健康好生活 健康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了 台湾 这个是米食王国 有一阵子 这个黑心食安的问题 毒淀粉 真的很严重 可是没办法 我们从小到大 真的是吃米食 长大的 这个米粉 吹粉 板条 还有阿嬷的好滋味 这种米苔 是真的从小跟着 我们的人生记忆 一起成长的 那偏偏呢 现在食味署规定 纯米的 或者米含量超过50%的 才可以叫做米粉 也因此呢 在市面上有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东西 它叫做吹粉 有一些叫做水粉 那明明小时候 你都以为它是米粉 现在它们叫不同名字的粉 那这些米制品 到底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儿健康好生活 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是 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洪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美食好朋友 天然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艺人好朋友 杨子怡 大家好 杨子怡 好 再来是我们的 养生料理好朋友 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行安主厨好朋友 胖慧祥师傅 哈啰 大家好 好 我要先请这个 肃清秋香姐姐 跟子怡一起出来分享一下 真的 因为黑心食安 毒淀粉事件之后 中国民国的观众朋友 才认识 哎呀 原来米粉分很多种 那现在更妙了 卫福副啊 食卫薯啊 现在因为管得很严 所以呢 在市面上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像这个标示还叫做米粉 可是你看这一包就叫水粉 水粉感觉是以前阿嬷在 不阿乎那种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你看 这个叫做炊粉 这些粉到底有什么差 对 就是呢 在毒淀粉事件之后 大家渐渐发现 原来台湾有一些叫 米粉的米粉里面 其实一滴米都没有 对 它其实都是其他的米 于是乎呢 后来他们就希望 有一个新的规定 什么东西可以标做米粉呢 就是你是百分之百米制的 才能叫做米粉 百分之百 对 米制叫米粉 那如果你只有部分的米去做呢 以前叫做调和米粉 对 那你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叫调和米粉呢 就是你含米量超过百分之五十 才能叫做调和米粉 那如果你含米量低于这个分量呢 你就可能叫做炊粉 或者叫做水粉 对 所以你看 所以水粉是水跟粉 水粉是什么呢 水粉就是告诉我们说 它里面呢 可能没有米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 对 那玉米淀粉 你也想说也还好 就是玉米做的淀粉 那我们的这些农民朋友很可爱 他们呢 那个时候在农委会采访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说 你知不知道你可能用到画质淀粉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都没有画质 就后来发现旁边的官员很尴尬 说没有啦 你买的时候他就画质贵了 对 所以就是他们有时候也不清楚自己 他们只知道 我就买了一些玉米淀粉来调和 调和起来比较Q 那太太们在炒米粉的时候比较不会断 新手妈妈们觉得炒起来很好炒 吃的人觉得 觉得米酸都牵齿都不挡 那就觉得很好用 后来才发现 原来里面除了加到玉米淀粉 这些玉米淀粉还是经过画质过 使它更Q弹 或者甚至比较不会变性 所以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像以我手上这一个米粉 跟你这一个炊粉 他们都是比较细的 我们传统认知的这种米粉 可是这两种原料就不大一样 这个显然可能含米量 成分高 高很多 那这个是比较Q弹 比较不会断 外面我们常吃的很多炒米粉 搞不好都是用这一种 可是它现在都改叫炊粉了 那有些它可能不一定叫炊粉 它可能还是叫什么什么米粉 可是它夸号在旁边它是炊粉 或是调和什么粉 或者你也可以看后面 所以你知道我们一般米粉 除了说它米的含量不一样 因为你知道米跟玉米淀粉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蛋白质含量差 米100公克大概有7克的蛋白质 可是它如果这些化制淀粉里面 甚至有一些根本没有蛋白质 所以你如果翻到后面 有时候它有没有层次标示 你也知道 以这一包来讲我们来看 它第一个主要成分叫做 辛竹醋米米粉 它就是米粉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标志 它的蛋白质 它有蛋白质 8到8咯 就反正说它几乎都是米 可是你来看这一包的蛋白质 我们来看炊粉 来 我们先看一下炊粉含量的蛋白质 0.4 所以差别 你其实只要看一下 如果说你拿到了这一包米粉 不管它自己告诉你 叫调和米粉 然后什么米粉 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含量 每百公克是低于四公克以下的 几乎可以说它有一半以上都不是米 而且淑欣也教大家 以成分来讲 刚刚那一包是成分叫做 百分之百新竹醋米 这个成分第一个最重要的就叫做 玉米淀粉 第二个是米 所以它的米的比重显然比 玉米淀粉还要低 而且少很多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 它这个每100公克的蛋白质才0.4 可是如果你的米含量有一半 你要到4 这比方说 如果含量有25%的话 你还有2 你的含量如果有10% 它还有1 所以你这样知道米有多少 所以它可以就有10% 那这样这一个才0.3 这个水粉它也才0.3 所以它也是相对的米含量比较低的 可是秋香姐姐除了这个 当然炊粉也是可以吃的 米粉也是可以吃的 那水粉的含量也是米含量比较低的 那秋香姐姐另外一个麻烦是 有些时候传统市场就这样一把一把再卖 那通常你都怎么挑 我跟你说 其实我自己 我个人最喜欢还是要整包的 因为看得清楚它的标示 那再来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外头是卖这样 或者是这样 对 因为这一种大部分都是拿那个 煮米粉汤 酒煮不烂 你要知道那米粉汤酒煮不烂 米一定煮了就烂 对不对 那酒煮不烂就是一定添加什么东西 那这一种除了酒煮不烂 它炒米粉如果说你新手上路的 你就拿这个去炒 怎么炒 零四败利 零四败利 因为它不会软烂掉 也不会断掉 而且超Q 丢下去它还会断上来这样子 但是重点来了 它这个 营养跳值就比较低了 我们有一次录有台的节目 那年久了 大概两年多前 刚好读定文事件的时候 拿去给人家化验 它里面的二氧化瘤 竟然是超标17倍 哇 因为它是外面闪装的 你来看颜色就知道了 因为这是我们的纯米米粉 你可以看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它是偏向有一点点 像古物类的 黄褐色 这个太白了 这也就是二氧化瘤那么多原因 所以纯白色 你看这两个色差 纯白色其实不大OK 对 这有一点点像我们有一些食材 这个太白纯白都不大OK 对 太白太黄都不对 好 那这个是传统市场买的 那传统市场另外一个米制品 客家人 你是不是从小吃板条长大 对 从小吃板条长大 你们吃的是哪一种板条 基本上都会吃到 但是一般来说 我妈妈在煮的时候都是用这种 然后慢慢再切 米妈妈买完整的这种切 对 完整的然后再切这样子 可是我在外头有些餐厅 有些小吃摊 吃到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 现在像有一些比方说茶餐厅好了 炒牛盒 感觉是这种嘛 对不对 这两种有什么差 因为这种你切完了 它都黏在一起 你必须一片一片再去把它扒开 那这个基本上 它就已经拌了油在里面了 对 但是所有的 比如说它这里面 这两种其实都有加一些其他的粉 并不是纯米 可是你就是把它拿来咀嚼看看 或者是闻看看 米香味比较浓的 就看来含米量比较高 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偏向喜欢这一种 对 因为这一种 它的拌的油是什么样的油 你完全不知道 我懂 我懂 完全不知道 对 以这一碗来讲 这里就拌过油了 可是以这一个是比较粉质 是 那它比较粉质 你再去切 那自己可以斟酌厚薄 跟这些食材的料理 这一碗都会沙粿 先沙粿 再去炒 有 有点汆烫一下 对 它就不会太黏的 因为它在水里面它就会分开 对 在这水里面就会分开 好 那本条也是米制品 对 好 那另外一个常常传统市场 这个感觉 古早时来阿嬷也是会吃这个米苔 米苔吧 这个超好吃的 这个我可以讲 这个有够糊塑吧 这个他竟然跟人家讲说 它是米苔吧 可是它看起来也有点像乌龙面 它就是像乌龙面 就是在路边边在炒的 它竟然是标榜的它是米苔吧 那它到底是乌龙面还是米苔吧 它标榜是米苔吧 照到你米苔吧应该是一段一段的吧 对 因为它所谓米苔吧 不是意思早年是用那个苔 塞然后一段一段弄 它是掉那个孔洞下来 对 是个米团 然后在那边 然后底下是一锅水在那边弄这样子 所以都会断掉的 那这个它是还是有一些粉的成分在 但是它粉的成分非常少 这个可以说粉的成分 几乎都是粉 几乎都是 所以它是真的 因为我跟你讲为了要买这个 我故意就是买这一家的 然后买回去我跟你讲 酒炒不烂 你炒了三四四还是不烂 然后泡在汤里面还是不烂 我问一下刘医师 不烂就要怀疑里头有没有堵淀粉 或顺丁吸尔酸对不对 没错 其实我们之前堵淀粉事件之后 我先强调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胜功能要特别是蛋白质的摄取量 我们正常人一公斤大概就是一公克的蛋白质 那如果说譬如说 我打个岔 所以假设我50公斤就要 平均一天大概叫50公克的蛋白质的吸收的营养 对这一般成人 那当然我们发育或者是癌症的病人 可能1.5公克要更多 可是肾上病人来讲 我们常常要求是一半更少 所以0.4 0.3更少 所以这个之前就有一个很有意思 我们知道之前林杰阳医师 他是毒专科 那他我们在很多国际期间都告诉大家说 这些低蛋白质的一些 包括这米粉或是板条 很适合这些肾脏期病人去吃 结果他也鼓励他的病人去吃 那后来因为毒淀粉事件爆发之后 他才回想不对 他后来追踪了大概两年 他400多个肾脏病人 他鼓励他病人吃这些东西之后 低蛋白饮食 可是他肾功能是越来越差 才原来讲应该是这些毒淀粉事件 那我们讲这个顺利现在 可是我们回头先打个操 如果林杰阳医生鼓励他的病人 吃的米制品真的百分之百纯米的话 实际上是符合这一个肾脏病的养生的 问题麻烦就是 你在外头吃到的米制品 很多时候是粉类调的 它就有可能 本来你应该吃到的米制品的 这一个控制的蛋白质的含量 到最后可能你没有办法掌握了 应该是这样子 蛋白质是一回事 但是因为它本身这个顺利二酸 它就伤到我们的肾脏 那事实上你看我们这个平常 我们一般这个大概 像米粉 刚刚素星讲过了 一般我们再来米的话 我一百公克大概有时候 七到九公克的蛋白质 它算是偏高了 可是做完米苔木 米粉等 它才能一公克不到 所以是很符合肾脏病人 需要的饮食 他们是需要蛋白质量比较少 要少 对 要肾脏 他们肾脏货量非常重 有时候会推荐他们吃 比如说冬粉 或者是像这种玉米淀粉 含量比较多的这些粉 因为他们的蛋白质是低的 那当时没有想到 化质淀粉这件事情 没有想到顺丁锡二酸 对 只想到说是蛋白质低 可是就发现 这群明明已经吃了 这些低蛋白质的 比如说冬粉或什么之类 为什么它的肾脏 还是持续在不好 后来就怀疑说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顺丁锡二酸 它会造成一种叫做 远端的肾脚管病变 那远端肾脚管病变的特色是什么 这些人呢 他可能不会 还没有到糖尿病 可是他就发现 他的尿里面可能已经有糖了 就是一些远端 肾脚管病变的特色 所以他们那时候才想说 不知不觉中 有些可能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吃了太多那个 比如说像顺丁锡二酸 这一类的化质的淀粉 好 谢谢医生的分享 谢谢 好 今天下来 淑香姐姐也就要分享 刚刚讲到 台湾现在一边市面上 米粉有纯米的米粉 也有吹粉 那这两个好像是 这个品质也不大一样 做法也不大一样 对 你看这个是纯米的 但是一边 这一家的是有比较黄 一般是比较不会那么黄 但是很容易断 它的特色就是很容易断 你看这个稍微一拉就断 对不对 那你这个先打个岔 这个有烫过吗 这有 就是水滚了 就是一分钟而已 你水滚了熄火 好 那以这一个来讲 这一个的前置作业 这个是比较接近吹粉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吹粉 但是我把它烫过 为什么要 烫要烫多久 这个烫的时间 我就大概烫三分钟 但是我的水量非常多 的水量去烫它 好 我们熊山姐姐 两边同时开锅示范 教大家 都是林冠姐姐 林冠妹妹 林冠妹妹说 叫阿姬要煮两个 我就两锅开锅 好 不是 因为观众会买到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 其实流程特性做法不一样 好 但是林冠我要跟你报告一下 你不要骂我 因为米粉很吃油 所以要有 对 所以油要多一点 那个的话我是煮两锅 我煮两锅这样子 我们先取一个不锈干锅 米粉真的很吃油 然后放一点油 尤其是炒米粉 特别吃油 是 那我就是 这边我就是用高汤 把它煮滚 这边是高汤 要做汤米粉 对 那要做那个蜗米粉 那我的料前面这边炒一炒 把它捞过来 这边再煮的时候 我在这边拌干的米粉 就这样子 好 我说我们先热锅热油 那请问一下姐姐 这个爆香是蒜头 红葱头 蒜头跟红葱头 对 是 这个是台式炒米粉必备 对 那把它炒香 尤其红葱头 我觉得很多台菜都是红葱头 对 红葱头 油罐什么也是那个红葱头 加上红葱头就香 真的 一定要的 好 那因为我刚刚忘记 把这个锅子的火开热 好 没关系 我们稍微热一下它 那没关系 我这个人最会就是一锅两用 好 那这边 这就是五花肉加一点瘦肉 好 那因为今天要两锅 好 刚刚我们的制作人说 我要炒二十人分了 二十人分了 是 是 好 就是 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待会儿 姐姐要把一半的料 拿来做汤米粉 对 是 其实有高汤就是汤米粉 是 是 没有高汤就是半炒的炒米粉 是 那所以在家里头 如果你做的份量比较少 你就可以减少食材的份量 尼管你有沒有发现 我们这个只要你 常常国内国外跑 你会发现 台湾人真的是很喜欢吃炒米粉 对 然后南方人都特别喜欢吃炒米粉 那你说我们台湾人好像 新加坡人这种新洲炒米粉 对 朝廷也是炒米粉 对 你看南瓜炒米粉也是炒米粉 对 也是金瓜米粉 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内地里面 多半是汤米粉 对 对 你看福州人的海鲜米粉是汤的 那我们台湾人就是旗鱼米粉 或者是宜兰的鱼丸米粉 或者是鱼鱼米粉 对 煮汤的比较多 通常我们是炒米粉比较多 可是内地它还是煮汤的比较多 对 好 我们姐姐再加了鱿鱼 对 加鱿鱼 但是这个就是炒米粉 就是要把它慢慢慢慢炒香 慢慢炒香 那加了鱿鱼你也可以再加 就是加一些这个开洋 开洋 对 但是我自己这个开洋水 香菇水我都是一概都是不要用 所以你的习惯你不会用 那你会稍微让它泡一下洗一下 也担心万一不干净 一定先洗再泡 先洗再泡 好 那我们继续炒它 那顺便再问一下苏青 台湾最有名的米粉 还是新竹米粉 对 对不对 刚刚这一个也是 不断地强调它叫做新竹纯米米粉 对 为什么是新竹风干的关系吗 其实这一次要改吹粉的时候 曾经还引起他们一些相关的抗争 就认为说 你这样改成吹粉 是不是以后新竹米粉要被消灭了 对 那为什么这么在意新竹米粉这个品牌 因为新竹地方 就我们当然现代的科技已经进步到 我可能跟 我制作米粉跟天气可能不一定要有很大的相关性 可是早年在制作米粉的时候 天气是很重要的 新竹最强 那它有什么 因为它在倒作收货之后 这些再来米要经过 米要开始做成米粉的时候 它需要一件事情 你要晒干对不对 那他们晒干就说 他们叫做 三分日晒七分风干 对 也就是说当地因为那个时候会有所谓的酒降风 对 所以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在说 那个日本人做一夜干 你要需要海风 然后低 就是那种低湿度的海风把它吹干 一样 带有咸的海风吹最好吃 一样清楚的 因为它那个风大的时候 就是它吹出来这样的米粉比较好吃 你吃米饭不会过敏 可是吃着米粉吃下去 怪怪味噌噌 要不然就是防米器 要不然就对里面来 不是米的这种 其他会不会过敏 所以就是刚刚讲的 变成你从源头就要 选好的米粉制品了 对 你有没有发现 你就算不喝这个汤 光是咬它的那个板条 都会觉得它板条吸到了 那个柠檬跟香茅的味道 对 蛮入味的 辛苦的 因为它那个风大的时候 就是它吹出来这样的米粉 比较好吃 所以你看 刚刚讲新竹米粉 然后高雄美容版条 版条 对不对 然后那种面线 面线其实这个 好像南部比较多 对不对 以前他们是做那个面线湖 面线湖 官岛 官庙面的那个地方 那个也要在嘛 那个也要做那个 手工面线那些的 我觉得尼管 你们都忘掉普里米粉 对 水好 普里米粉 普里的观众朋友 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对不起你 对 可是普里的米粉 那个粗细跟制成 跟新竹的 好像不大一样 感觉它好像米粉是流行那种 汤的那个胖胖的那种米粉 对 所以那个就是水粉 那个比较接近水粉 跟圆面那种感觉 那我们秋香姐姐炒香 一定要有白胡椒粉 白胡椒一定要的 对 好 这边就是酱油 现在下的这个是葱段 现在是葱段 葱段其实你可以前面一起去爆香 但是因为我前面有用红葱头了 所以我没有放 好 那现在就是 不是 我要先拿起来 因为我们的米粉汤不用胡萝卜 我们要拿一半 先拿一些起来 对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姐姐直接把刚刚炒的料 直接烙过去 开锅了 两锅 米粉汤啊 所以才会这么多啊 所以我们姐姐 为什么可以一次开两锅 满足所有人啊 真的 你知道我们秋香除神 是不是 万一他哪一天退隐江湖 我跟刘医师跟洪素卿 都会遗憾终身 真的 我们姐姐今天 下了一大盘的高丽菜丝 是 所以今天这个米粉也会比较健康 对 你就有一些蔬菜 对 那放一点高汤 让它就是高丽菜要给它软一下 对 那很快软一下 那个米粉下去拌一下就好 高丽菜也会出水 对 这样水会不会太多 不会 因为它等一下马上会 还会让它收就对了 对 也会收一下汤汁 对 好 那我们要看它的咸淡度 因为咸度的 开了吗 还没 这边如果开了 这个芋头可以先下来 好 芋头先下 我先给镜头看一下姐姐 这个芋头是你怎么处理的 煎过炸过都可以 煎过的芋头 然后切成方块小块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你要生的芋头去煮也可以 可是很快就找不到芋头 所以姐姐我这个直接让它下就好 对 直接下 还有懒得花太多时间了 可以让它小块一点 对 因为这样芋头会熟得快一点 是 但是像我这个 因为已经有就是煎过的 那煎过的话 基本上它是熟的 那滚起来以后就很快 它只要滚起来 然后我们把咸淡味道试好了 把这个米粉加进去就好 好 那我这边呢 因为刚刚酱色没有上很多 是你的米粉汤等一下呢 不能是酱油的颜色很深 对不对 所以可以再加一些水 但是我这边 所以最后的可以再加一点酱油 对 我这边可以再加一些酱油 对 那酱油加得多 其实待会就不大需要有盐巴 是 所以自己的调味就自己斟酌 而且炒米粉就要有那个颜色 对 就是要酱油的颜色 对 好 所以先把料炒好了 对吧 高丽菜稍微炒软一下 这边滚了就可以了 那我们姐姐这个料 我这边好了 我把它放进来 拌进来 那因为刚刚这一个 就是它这种米的米粉 是容易断的 它非常快断 所以我们进来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时候 就关最小的火 用拌的 要快速拌的 其实它不是炒的 它是拌米粉 不是炒米粉 而且你并没有大翻 你其实是用筷子去鬆它 一定要用筷子 不能用锅铲器 一直把它 那没有断就给你断掉 所以这就是要技术好 对 因为我妈在炒米粉的时候 她就两双筷子这样弄 对 就是这样我们刚刚才在讲 炒米粉其实是拌米粉 其实油饭也是一样 对 如果你要是用炒米粉 饭全部都是断裂 对 而且它才会颗粒还在 可是它那个寿司包裹住米粒的周围 那那个米粒的周围 又维持完整性 可是它又颗颗分明 跟炒饭也是有点道理一样 就是让它那么包裹 所以你觉得我们台湾人拌牛饭 也不说给日本人 在做那个寿司的饭 寿司的饭 对 你刚刚我已经好了 好厉害 对 然后我要这样子 来 这个是 芹菜末 蒜末 好 撒上去 就这样子 再拌一下 有粒有防对不对 好漂亮 好就这样子 好那这一锅完成了 现在这一锅 那你冻蒜 这一锅呢 因为它芋头其实也是 很快就熟了 所以煮沸之后我们的这个炊粉 这一锅的粉一样细 可是它是炊粉 不要那么多 不然都没汤了 好 有有有 如果这个会有Q度 对 然后芹菜啊 你看你要不要加 那你可以在这边切 细的 也可以粗的都可以 两种都可以 好 那这个就是调味 但我本身觉得 这是清爽好喝的 因为你那个鱿鱼也会 有点鲜咸 对 然后你刚刚有一点点酱油 也OK 我觉得这OK的 好 对 你看看 就这样子 就这样蜜芋头也好 对 是 好那我们的米粉双汁 下次就上菜咯 哇我们秋香姐姐的炒米粉 清爽又好吃 嗯 我觉得平常其实很少吃得到 纯米做的这个米粉 的炒米粉 所以我形容一下这个 纯米米粉的质感 我觉得很妙 刚吃进去的时候觉得 它的感觉有点像 鸡丝面的那个 没错没错 那个口感 对 其实是比较像那个口感 反正跟我们一般吃的 炒米粉的口感 是不大一样的 那我们秋香姐姐 这个米粉汤 也是汤头非常的清爽 都征服我们刘医师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米粉来讲 就是讲说它的这个 卡罗里还是注意一下 100克大概还有360大卡 可是我们在做炒米粉来讲 油用的非常多 所以瞬间你的100克 可能会到450大卡 所以是很容易发胖的一个 如果你每天这样吃 我们刚刚讲 前面讲说米粉实际上 蛋白质是比较低的 对肾脏的这个病人来讲 适合常去吃一些米粉 可是如果用油要特别小心 那怎么去克服呢 第一个我们米粉来讲 尽量用好油 你不要用一大堆植物 像葵花籽油 沙拉油 那种一下去之后 全部这个 我们也要溜特别多 那譬如刚刚 需要用很多的这个 像橄榄油 我们有时候试一下苦茶 那当然这方面是 单元油特别多 可以让你的这个油脂 虽然多 可是属于健康的油脂 第二个来讲 用很多像高粒菜 这种大白菜 如果这个水把它逼出来的话 它也不让它的这个 米的这个含水量高一点点 你不需要用这么多的油 也会增加我们的纤维素 然后呢对于这个 升糖指数的影响也会降低 这一个诀窍 那顺便再问一下刘医师 有一些人好像吃米粉 有的时候胃会胀胀不舒服 对 那个是跟什么有关联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有两个状况 有的时候它里面的防腐剂 防腐剂来讲 事实上现在防腐剂越来越多了 我想就是 包括本甲酸等等 那个有些米粉吃的 有人说我吃米粉 怪怪 事实上就是本甲酸 我们知道本甲酸是合法的一个防腐剂 但是不要忘记了 本甲酸如果碰到维生素C 会还原成本 本是致癌的 跟血癌是有关系的 所以它虽然是合法的防腐剂 可是呢它是对身体有伤害的 那当然来讲 还有其他的像 这个过氧化氫等等 都有碰过 而且市售的这个 之前的温证区抽烟都非常高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如果它的这个米粉 它不是真的米 它是用譬如说 我们讲玉米等等 那还有 有些是这个 所谓基因改造过的 它会造成我们的过敏 过敏来讲我们常常会脏气 消化不良 我常常帮一些 常常这常胃过敏的人做些检测 他们如果说玉米过敏 或者有些小麦麦肤过敏 如果它这里面呢 是用的不是纯的米的话 过敏就会增加 你吃完会肚子不舒服 所以你如果吃的米 这个奇怪 这个米粉吃的 你吃米饭不会过敏 可是吃的米粉吃下去 怪怪味噌噌噌 要么就是防腐剂 要么就对里面的添加了其他的 不是米的这种其他酷的过敏 所以就是刚刚讲的 变成你从源头 就要慎选好的米粉制品了 对 好 那除了米粉之外 这个旨意要分享 你是客家人 客家人很热爱吃板条 板条也是米制品 对 我其实也是要上这个节目之前 我才知道原来板条 因为我一直以为是太板粉 我一直以为它透明透明的 我就想说跟水晶角一样 所以我一直以为它是太板粉 口感跟水晶角差那么多 我觉得很像 我觉得那个 它是QQ的感觉 然后才知道原来板条也是米做的 对 可是我不知道它的纯米 就是跟我们所谓的炊粉米粉 到底差多少 你现在吃到了 那种很像水晶角的板条 它大概米的含量 应该不到百分之十了 差不多 可是这一类 应该米含量比较高嘛 好 我们只一起了一个不锈钢锅 这是一个汤锅 你要分享的是 听说叫酸辣口味的板条 其实酸呢 因为我个人不太爱吃酸 对 所以我今天就不放那个番茄 因为我们讲说泰国的话 比较有动药的感觉 可是我因为我刚拍完一部戏是 讲那个新住民是越南新娘 所以学了越南菜吗 稍微一点点 因为它都会带很多这样的凉拌来吃 越南也很多板条之类的米面线的制品 所以我想做 因为它们有那种硅调嘛 然后是海鲜硅调 然后我想说试试看 用板条的方式来做做看 所以我们子宜分享的是一个东南亚越南口味的 对 我们先起一个不锈钢锅 放一点点的油 那稍微爆香一下 爆香一下 只是爆香用蒜头跟辣椒 好 蒜头跟辣椒 越南跟泰国也都是铲米的大锅 所以他们也吃很多米饭跟米制品 没有错 所以为什么我们吃那种越南河粉 他们的那个河粉也是米制品 对 那泰国也是 这都是铲米的大锅 实际上整个全世界好像有两成以上的人口 是米的产品的消费人口 那主要都集中在亚洲 亚洲 我们下来 洋葱 对 亚洲 对 亚洲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好吃 因为越南的那个讲说 龟调也是叫龟调 龟调 对 越南话就叫龟调 新加坡也是这样 新加坡也是 都叫龟调 所以说他们 其实你走到哪里 基本上你都吃得到河粉 对 我个人还蛮喜欢吃越南河粉 可是重点是在于 他们好吃在于他们有鱼露 对 我觉得鱼露 所以我们这边也有弄一个鱼露 好 这个鱼露是哪来的 这鱼露 其实制作团队帮我准备的是泰国的 那我一开始会 喜欢煮这样的东西 是因为我自己去越南出外景 就是那个时候外景的时候 我就自己买了一大罐鱼露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些方式 还有当地人跟我讲 他就是 你可以加一茶匙的糖 用二砂糖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柠檬 然后再加一茶匙的鱼露 然后再加一茶匙的水 它就是1比1比1 然后这样去搅 搅完以后你自己 看你自己要加多少的胡椒 然后你不管是做凉拌 不管是炒菜 或者说做汤面的时候 汤面的时候 其实你加一点点下去就可以了 对 或者有些人用虾酱什么的 那个用虾 这个时候放一点虾 我们要把虾子的壳去掉 因为原本是要把虾壳去掉 然后用虾壳来爆香去煮出那个味道 可是我现在直接整只虾下去炒一下 也可以对 所以我们炒香的这个蒜头辣椒 那炒香这个洋葱 那再加的是虾头 虾头 所以我们今天吃的是汤料理 这个汤汁应该也会鲜甜 对而且重点是 除了这个汤汁是海鲜的汤汁鲜甜以外 我还偷了一点秋香老师的大骨汤 在这里 秋香排大骨汤 我们子宜再加了一点点的这个花枝 拌炒一下 所以现在继续拌炒我们的海鲜 对 海鲜 那这个蛤蜊也会影响汤头的鲜甜 所以子宜也准备一点蛤蜊 其实我没有想加太多 好 因为蛤蜊我只是想要点缀一下 好 然后也提个味 对 好 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高汤倒下去 好 秋香排的高汤 对 其实只要去越南 吃过一次越南的这个板条 几乎都爱上他们这个东西 对 那很奇妙 你回台湾就吃不到那样的味道 你知道重点还不是味道 是那个板条 口感 对 就是那个板条本身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就觉得你这边的板条就不对 第一种他们有一种是用那种 像是透明的塑胶一样的东西去煮出来 然后就觉得不好吃 那有一种煮出来就觉得他有臭扑鼻 怪怪味道不好吃 那一种煮出来就像他这种 这样这样这样 骗人的不好吃 就是你会觉得 到底为什么越南板条跟我们不一样 我一直在想说 因为越南本身也是米食大的 所以他们可能第一个 我猜他们米的 米粒可能不一样 还有米粒 米粒我猜本身都不一样 就是一模一样的制成 可能用台湾米 用越南米 用泰国米 因为我们吃米饭都不一样嘛 而且不同的米饭 它的淀粉值都有差异嘛 对不对 我们即便是白米饭都不一样 所以它可能米粒固然是米 可是它品种不同 而且还有没有我们这么多化制淀粉 对 它这个淀粉值有落差 所以光饭的口感都不一样 用不一样的饭做出来的制品 就算制成一样 口感应该也会不一样 对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 就是吃个差不多 有点水滚了有没有 那我们的蛤蜊 其实就不怕它不开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鱼露 我刚刚调的 对那其实基本上 鱼露跟檸檬的比例 大家可以自己去抓 好再斟酌 喜欢酸一点的檸檬 可以再多一点 对 我觉得东南亚料理 也用很多檸檬 对 所以我会感觉 东南亚人相对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胖 对 你不觉得吗 尤其越南 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天赋异禀 你去到那边的女生 每个人吃的都比我大碗 可是每个人腰都整你的一半 真的 真的 所以搞不好 关键就是檸檬 对 有可能 活动量也大 活动量很大 因为他们是文系社会的 先用工作 可是我觉得像泰国料理 也用很多檸檬 感觉这种热带国家都热爱 对不对 先这样煮一下的时候 我是让那个板条细一下水 因为其实我们吃板条的时候 常会 比如说像我们吃 现在这种比较厚的板条 我们常会吃到就是 酱汁汤跟那个面条 是完全两回事 OK 他要吸汤汁入味 对对对 我想要让他吸一点 好 你先让他入味之后 再另外再加水 对 然后我们再加水 好 我懂 然后去抓那个量 然后再加一点 好 加一点这个豆芽 那也让这个比较健康 配一点豆芽 颜色比较好看 其实豆芽 基本上我在越南吃的时候 他们都是生的 对 然后你就是汤来的时候 它够烫 所以他就直接放下去 然后就上了 所以他搞不好 还吃一点点水水的口感 对 再加一点点香茅 让异国的味道出来 好 真的 东南亚人也热爱香茅 热爱香茅 然后他们跟我们一样 也很喜欢吃红葱 对对对 红葱用很多 好 好 再来这个是什么 这是九层塔 九层塔 罗乐叶也可以 对 好 算是点香 OK 然后最后我们再放鱼 因为我怕一开始弄下去的话 会太烂 好我们最后还准备一点鱼片 对 因为鱼片是最容易快速很 这样的薄片很容易熟成 太早放整个都会烂掉 我们就无国鱼 就是我们 就是台湾鱼片 好放一点鱼片 那其实都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咯 好 我们子宜的海鲜板条 真的很够味 很成功 然后海鲜汤我觉得酸香好喝 那个酸是微酸 然后非常的鲜甜 因为海鲜都有入这个汤头的味道 对 而且我觉得会把那个柠檬啊 或者是香茅 你们另外想要再加重一点味道的话 可以再加 因为它超厉害的 因为它刚刚其实是把虾子跟海鲜炒过 这其实在专业厨房里面 就是已经炒出那种外国那种 贾克类酱汁的香气了 重点还是吃秋香老师的高汤 没有 其实是你的顺序是对的 对 顺序是对的 对 然后它的海鲜跟板条真的超搭 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发现 你就算不喝这个汤 光是咬它的那个板条 都会觉得它板条吸到了那个 柠檬跟香茅的味道 对 蛮入味的 谢谢这样 对 对 绝对没有那个 板条跟汤是各自为正的情况 对 我也很怕那种状况 就是因为板条它比较厚 它比较不像一般的米粉 或者说面条比较容易入味 我知道了 你妈妈为什么主会失败 因为她买到的不是真的板条 是那种粉条 真的 它没有用到你的那个高汤 不是 应该是板条 因为板条它真的有米的板条 它会吸味道 吸鲜味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像附近讲的 会隔开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板条没有入味 很有可能我买到的板条 是米的含量比较低 非常非常低 所以它就没有巴住 周围食材的味道 那板条本身是没有滋味的 是 可是这个刚刚子宜的做法 很健康 然后又好吃 所以它会入味 不然有的时候 我们吃那种板条或者和粉 在外头如果是快炒店炒的 都要很油 很重口味 然后才能巴住它有味的 尤其最担心的是 那种什么干草牛盒 对 海鲜炒牛盒 那个油的含量 我也只是想说 我们一天建议 一天的油的量 可能不超过 比如说30cc好了 那就大概一餐就一半了 真的 一碗就一半 所以它非常非常会吸油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吃这个时候 可以用 我觉得汤的做法 是比炒的做法好一点的 因为汤的做法它不用到那么多油 那汤的做法里面 海鲜的做法 又比那个什么牛盒 或者什么虎车头什么 来得好一点 因为那红肉量少 外面酥酥的 就是你吃到大碗 你知道你有吃到面疙瘩 然后你又吃到很大量的蔬菜 对 好搭喔 这个根本就是 台式的 对 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米苔木外面居然有像 吃煎饺跟锅贴的感情 好 好 我觉得汤的做法 是比炒的做法好一点的 因为汤的做法它不用到那么多油 那汤的做法里面 海鲜的做法 又比那个什么牛盒 或什么虎车头什么 来得好一点 因为那红肉量少 那不然如果我觉得像你去 那这边是100 我们先把这个蛋打散 好 我们打散 然后兑上250的水 先兑上100cc的水 这先兑上100 再打第二碗 200 200 好 然后一半就是50 好 一半 好 所以这是250cc的水 兑上一颗蛋的淡水 对 淡水 那我们在淡水的时候呢 调一点调味 那我们用一点盐巴 好 还有我们的胡椒粉 用一点盐巴 那我们这边大概 用我们大概四分之一匙的盐巴就好了 OK 少许的盐巴 那加一点的胡椒 胡椒 胡椒 这个可以自己斟酌自己的口味 对 这是胡椒粉 好那接着呢 面粉的比例呢 大概是90公克 那通常我这人很偷懒 我大概就会用汤匙呢 汤匙呢 一般我们在家里的汤匙 这一汤匙呢 大概是12到15左右 OK 那有时候不准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90大概是6汤匙 可是我大概会用到7汤匙到8汤匙 好 1 2 3 4 5 6 7 好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只简单的把它搅拌一下 好 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准备一下我们的料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点这个五花肉 那我们可能先把五花肉要先煸炒一下 好我们起一个不沾锅 对这个锅里面呢我们下五花肉 好可是因为我们的肉本身有油脂的 对 所以我们没有额外再加油 没有再加油 那就借用食材的油脂喔 对 让它煸炒会粗一点油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五花肉啊 我们待会在煎饼的同时 因为我们等一下是属于比较松状的煎饼 对 那我们怕说如果五花肉 我们这时候没有先把它做一个煸熟的动作 待会在煎饼的同时 可能油量要很多 这五花肉才会熟成 对 对所以我们先把五花肉炒一炒 好那其他的我们准备蔬菜的部分呢 它其实都是已经是很快就可以熟成了 对 甚至说它有时候吃稍微脆一点也没关系 所以只有五花肉我们要先做一个基本上的处理 好那这五花肉基本上它已经快半熟了嘛 好那我们就把它放着 我们放着就好没关系 那我们回头来调这个我们的煎饼的部分 好我们刚刚调了250cc的水 然后再上大概90克的面粉 好这时候呢我们来准备我们来调一下这个简单的面糊 我们的米苔木 米苔木下去 那这个记得要烫过 就是烫过的米苔木 对就是烫过的米苔木 那我刚刚就是问了 如果是我家里头烫过的面条也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其实家里吃剩下来的炒饭也可以 好炒饭也可以 吃不完的饭也可以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最方便的嘛 那这是我们的高丽菜丝 高丽菜丝 对高丽菜丝 所以你不用为了本集节目而特别去买米苔木 不必不必 你家里头今天晚餐吃剩的剩饭就可以这样做 对可以 那我们先把这些干料 好我们现在还有这是辣椒丝 辣椒丝 辣椒丝 我先把我们干料都丢下来 好 然后还有我们的酒黄 好 我们放的是蔬菜量蛮大的 高丽菜丝 酒黄跟辣椒丝 把它拌一拌 因为呢米苔木 我们刚刚事先烫过 对 所以我们要混均匀的同时 可能要先将米苔木 跟这些蔬菜丝 把它做一个拌匀 稍微拌匀一点 对 那这是我们的香菇切丝 所以我所有的材料先把它拌匀 对 所有材料先把它拌匀 那还有我们的银芽 好 银芽也下去 那这里头不同的蔬菜 就会有不同的口感 对 不同的蔬菜就有不同的口感 银芽跟水莲跟高丽菜的口感就不一样 对 好 那我们刚刚炒的一点的肉 对 也直接把它下去 这样可以整合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材料跟味道 对 因为煎饼最终是把它和在一起煎 对 所以其实这也很能清冰箱 就是冰箱上下的海鲜啊 鸡肉啊 什么都可以放嘛 对 就是一个大杂烩的概念 尤其你如果要叫你小孩子吃冰箱剩菜 他肯定是不行 对 可是把它做成一个煎饼 他就觉得这是新的 对 没错 而且其实对妈妈来讲 我们平常觉得 我们平常觉得好像用那种 那个细面条 拿去把它煎成饼 好像临手当然 对 可是没想到说用白白的 软软的 有一点点黏性的米苔木去煎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 好啦 待会就挑战你美食专家啦 天安老师在我今天超紧张好不好 那你刚才挑食材 还只想到你自己 没有 其实老师应该也喜欢吃水莲吧 还有酒黄 对不对 好 加一点点盐巴 一点盐巴 一点盐巴 来调它的味道 好 然后我们这边呢 还有一点点的胡椒 一点点的胡椒 一样调它的味道 那其实大家讲的是没有错啊 家里有什么就丢什么 我这家里呢 有一点这个香香 好香松也可以丢 把香松也拌进来 好香松拌一点 那留一点点 等一下可以做装饰 好把它拌一拌 拌好之后呢 我们只要略微加一点点 我们的面糊就好了 好千万不要太多 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拌盒 我们今天是这个分两批的材料 那这里还有另外取出来的一些材料 对 我感觉你这个也很接近蔬菜煎饼 因为你的蔬菜量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锅里呢 下一点点的油 好我们要来煎这个煎饼 所以刚刚的不沾锅 下一点点的油 对 油不要太多 油量呢 大概就是说它几乎可以平均布满 一个表面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煎饼 好 我觉得那个煎东西的时候 就感受到不沾锅的好处 对 尤其是煎饼煎驴煎蛋 对不对 就是让它这样松松的 你记不记得那个谭敦慈老师说 他家的不沾锅就做一件事情 煎饼 真的 我们就这样把它放下来 你看这蔬菜真的很多 对 好舒服 高丽菜啊 水莲啊 银鸭啊 对 因为颜色好漂亮 是 好 这是个colorful煎饼的概念 好 我们可以把它放上来 平均把它铺上来 而且看到这个米苔木很酷 而且这里面的米苔木 在里面它可以形成一个 对比的口感 是 因为蔬菜可能都是脆的 米苔木呢 米苔木是软的 而且如果这个煎饼也蛮有趣 如果刚好你的米苔木呢 刚好遇到 遇到锅底 它等一下又可以焦香 就脆 有个焦香感 又不一样 对 因为它毕竟是淀粉 遇到那个油跟加热 对 真的 这让我想到那个越南式的那个春卷 里面也是包米粉 对 对 老师对 那因为呢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煎饼呢 它是属于比较松的 对 所以它比较松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如果直接这样再翻呢 等一下回去就丢了 找借口 回去就丢脸了 对不对 所以呢没有人家里人家叫妈妈 其实你就一个盘子这样 对啊 你这样翻 手翻过啦 其实就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有 这是Polo的动作 你就有一个对不对 哇 就一个 好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把煎饼滑下去 对 这个煎饼现在真的像大阪梢 对 而且很漂亮 对 恰恰 那把它煎松 所以一点点的 面糊 对 你看喔 它就这样子焦香了 可是感觉它那个蔬菜 哇 很棒耶 这样把它煎松 那这样其实 你如果在家里啊 有一些什么烤肉酱啊 或者是照烧酱啊 把它涂一涂有没有 其实小孩子一定爱吃 就是大阪烧的 对就是大阪烧 好 今天呢 除了这个煎饼之外呢 其实我刚偷偷偷了 我们的秘密配方 对 我们这个煎饼 看起来就是很赞的蔬菜煎饼 对这样把它滑下来 滑下来 那这个就是家里头 其实你可以清冰箱的 这个煎饼的料理了 对 因为蔬菜很多呢 它水分比较多 它会比较软一点点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你看 然后我刚刚看到呢 明永哥有留下一点东西 好 三椒油 对 用了三椒油 明永哥借一下三椒油 借一下三椒油 然后这一点点 煎鱼酱油 煎鱼酱油 那如果喜欢吃辣一点 三椒油多一点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上面可以淋一点 对 要这么颜色我们就把它淋一点 哇 把它淋上去 这一定好吃 对啊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OK 哇 我们攀攀的米苔木蔬菜煎饼 是很好吃的 而且很健康 对 好多蔬菜 然后它的蔬菜好丰富喔 对啊 而且它那个口感吃起来 其实还是有一点 还有一点面疙瘩的感觉 对 外面酥酥的 就是你吃到大碗 你知道你又吃到面疙瘩 然后你又吃到很大量的蔬菜 对 好香 而且最后用的那个胡麻油 油 焦麻油 跟那个米苔木的焦香刚好很 很搭 它是跟那个焦香搭到 好搭喔 这个 根本就是台式的焗烤铅层面 对 像 就是焗烤铅层面的感觉 可是它是不油腻的 它是不油腻 然后它是用煎来代替那个烘烤的动作 然后它下面那个糊糊的感觉 就是用我们的那个面糊 搭上我们米苔木 自己会出一点点糊 对 然后加那个蔬菜 真的就是台版的焗烤铅层面 而且热量更低 蔬菜更多 而且更好吃 对 就是要改变大家对米苔木的既有印象 真的 真的出来是米苔木了 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银鸭跟水莲 跟这个蔬菜脆脆的脆口口感 搭起来好合喔 很合 因为你米制品可能相对口感很软 然后那个蔬菜是脆口 然后那个脆口又平衡口感 然后又清爽 超好吃的 而且宁关 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米苔木外面居然有像吃 煎饺跟锅贴的感觉 那个脆脆的对不对 对 而且它刚刚这样子 小心用那个铁柱锅 我那个心都快 为什么 你在吓什么 你知道有的人 就算是一般人做那个煎菜脆 煎得不好都可能四分五略 对 它这么多菜丝 对 没想到还维持完整一个圆形 那到底是人厉害还是锅子强 是米苔木厉害 是米苔木厉害 没有是人跟锅子强 是人厉害还是功力强 其实是我们节目强力 它就是这么好 没有 所以很不容易耶 因为它还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值得学 这值得清冰箱 然后这个当早餐 或者当点心 或者这个 其实这正餐都可以 正餐都可以 因为它蔬菜跟营养的丰富 蛋也有蛋白质 今天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米食的料理的食谱 也都会PO在我们的脸书上面 欢迎观众朋友上网下载来分享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